据印度斯坦时报28日报道 FGFA是俄在第五代战机苏-57的基础上 与印度联合研发的苏-57出口版的代号 一方为研发计划投资总额预计为40亿美元 但是苏-57的研发严重拖延了 就是俄罗斯也仅在2018年底才开始接收 预计印度要得到FGFA至少也要在2022年之后 而且一方认为苏-57在隐身等方面的性能 达不到印度空军的要求 但同时美国正在积极向印度推销F-35 据说印度已经心动 自从得起中国成功是飞了歼20之后 印度就飙上了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T-50比中国早首飞了一年 也是唯有可能对其输出的国家 可是由于国力衰退再加上新技术研发不利 T-50虽然早问世 但是在研发进度上却远远落后于中国歼20 而且从近期的照片判断 歼20的战术运用日益成熟 其余歼16搭档已成为中国空军的破门利器 而俄罗斯尽管将T-50正式赋予编号苏-57 但是飞往修列亚进行实战检验的两架 显然仍是那几架试验的飞机 根据俄罗斯的计划 第一架生产型苏-57要在2008年底交付俄罗斯空间军 形成小B量生产能力大概要在2019年后 这实际上比歼20晚了真正三年 此前有消息说 歼20曾经飞到藏南进行高原环境检验 这让印度再也撑不住气了 当然苏-57也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外星以身能力饱受质疑 产品30握设发动机性能还不稳定 内株武器至今还未进行过导弹发射实验 机载电子设备无法与中美相比等 这都让印度感到愤怒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为了拉住这个战略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大国 美国已经在全力引用印度 包括出售P-8I和C-17 已经准备出售的F-16和F-18战机 都让印度体会到了每只武器的优越性 现在虽然美国暂时可能不很情愿 但是印度已经准备起F-16和F-18战机不顾 直接盯上了F-35A 根据已经披露的非正式消息显示 印度空军已经秘密要求 美国对F-35A进行介绍与报价 目标是最终采购多达126架 虽然美国口口声声不会同意这项交易 但是对印度的请求也不会默示 毕竟印度是世界军国采购蝉联超过5年的冠军 每年接近天文数字的军购数额 不是哪个国家所能无视的 虽然美国对盟友的F-35A售价 一般为9460万美元左右 但是从印度采购法国阵风战机的裸机售价 为1.15亿美元可以看出 F-35A的价格一定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这么大的费用 美国不一定能经受住诱惑 分析认为由于印度时常愿意出大价钱 采购心仪的先进武器 所以没有谁能够不心动 特别是美国现在为了围堵中国 正在拉拢印度打造美奥日印四国同盟 正在努力通过为印军提供先进武器来提升其战力 则让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 不再那么顺畅和安全 所以印度采购到F-35A 这是实际问题 虽然不见得会是近期 但是三年后还是具有很大希望的